印度人不喜欢印度了 正在折腾着把自己国名给改了 这是为什么他非要改这个 那如果说他们不叫印度了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跟着改对他的称呼呢 印度举办的这次G20峰会 把G20的晚宴邀请函上这个东道主的印度 就改成了巴拉特 把印度总理莫迪也写成了巴拉特总理 你说这是怎么个操作呢 这要说起来它有几个原因 概括的来说吧 就是去殖民稳政权想扩张 根据印度项目法相关的内容 印度它确实是有两个名字的 一个就是我们的习惯性叫法叫印度 但是这个名字它原本确实也是印度就有 可是它是英国殖民者把这个名字给叫起来的 换句话讲 这个名字能用起来有很强的这个被殖民的色彩 那另一个这名字巴拉特呢 这是更古老更传统的一种印度的叫法 首先我们看这个印度它要改名字呀 它的这个需求呢 就是要去殖民化 印度的人民党和莫迪呢 是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 它现在就是要以印度教这个宗教和印度族群啊为核心啊 来这个加强它的国家意识来打造这个一个印度的国家认同来完成去殖民化 那改名字呢是酝酿已久的事情 印度和巴拉特这两个词啊 根本上说它还是源于印度两条重要的河流啊 这个印度 泛指的是印度和 而巴拉特呢 则泛指的是恒河 而且巴拉特这个词啊 除了泛指这个恒河之外啊 还有一层意思呢 就是在指他古印度著名的史诗啊 古印度传奇国王婆罗多 这婆罗多在印度历史上有多重要呢 就传说啊 他创建了整个的古印度啊 创造了印度这个民族 成为古印度的宇宙之王 相比之下啊 印度这个词的历史就短了啊 他并不是印度 他自己叫起来的这个叫法啊 这个英国殖民者他很聪明 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呢 他其实就是要把你 殖民地的这人的脑子和嘴 都给你改过来 把你脑子给你洗过来 殖民者又很聪明 他不给你造一个新词 他就从你原来那个词里边 给你找一个出来啊 用一个比较冷僻的词 但是是我把这个词给挖掘出来的 这个就在潜移默化 你无意识之中 你的殖民意识就一步一步的被加深了 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了 这种潜移默化洗脑的作用啊 就把这个国名把这个词啊 变成了一个符号啊 打在了一代又一代印度人的脑海之中 所以印度要搞这个去殖民化 印度要改国名的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他现在执政党啊 他这个 他要改这个国名 确实也代表着印度里面相当一部分的诉求 当然了 他在一定程度上 也有很多的反对者 这里面在争计啊 他也反映出 他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些激烈 莫迪政府用这种凸显民族主义的做法呢 他也有啊 巩固自己政权的用意 这第三啊 这改名字啊 其实我们要仔细看看啊 他还包含着印度的一层野心呢 咱们前面不都说了吗 巴拉特和印度这两个名字啊 都有两条河流有关 就是印度和和恒河 对吧 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这两条河的源头 就是那发源地啊 都在现在的巴基斯坦里边 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呀 他他原来没这么一个独立的行政民族国家啊 那是英国结束移民时期 就是印度独立时期啊 他硬从这印度里边 给你分裂出来新组建的国家 这个呢 是印巴现在两国的矛盾的根本原因啊 现在印度呢 他就要改国名 他要在去殖民化的同时啊 也有暗示着将来 我可能还要收复巴基斯坦 最终形成一个称霸南亚的印度帝国的 这么一个味道这里边 这一野心也说起来真够可以的 当然了 作为印度啊 最终能不能改国名 现在还不太好说 但是他们要改了 那就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个大麻烦 你比如说韩国当年把首都汉州给改成了首都首尔 那你看我们所有的地图啊 教科书啊 书籍啊 外交司法行政文件什么 你都得改 这个是个大量消耗人力物力的麻烦事 所以说呢 印度如果在他内部立法层面 即便改名字改成了 我们呢 也未必马上跟风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在联合国层面把这事情都给改了啊 这可真是个大麻烦了 所谓这个印度他那动动嘴 别人就会跑断腿 不过呢 最让我个人纠结的是有这么一件事 说你看啊 要是按照印度现在这个逻辑啊 以这个河流来确定国名 把印度改成巴拉特的话 这个也对啊 也没什么毛病 人家自己的这个逻辑嘛 可问题就来了 那巴基斯坦是不是也可以按照印度这个逻辑 把自己的国名改成印度呢 这就有意思了 两个国家一换名字 那我们的巴铁就没了 变成印铁了